当了妈妈后 女生们就像有了软肋也有了铠甲 可以为孩子变得勇敢 做很多之前都不敢尝试的事情 艺人也是如此 生了宝宝后难免生活侧重点会不同 昨天下午2017 乐活水工艺项目颁奖典礼在上海巨星 陈妍希作为工艺大使 与演员张明恩 赵毅等一同献身 为活动助阵 说到接下来的工作计划 女生坦言已经在紧张抽味 就是放不下宝宝 还好亲戚老公也很给力了 变得心中比较有牵挂吧 但是还好是因为现在宝宝 都还是可以尽量地跟在身边 所以就还好一点 都会啦会啦会一起分担 最近就是一直非常的 努力地在准备下一部戏的角色 因为下一部戏的角色 需要学的东西真的是太多了 所以现在就是非常的 努力认真学习 不过就算工作再忙 女生一直都很关心工艺事业 这次也一样 她希望通过自己的行动 去感染身边的每一位 让大家更节约用水 我觉得尽量就是不要去浪费水源 就是比如说洗澡的时候 尽量选择冲澡 然后也不要冲太久 然后还有就是 喝的水啊每次不要剩个喝个一口就丢在旁边或剩个半瓶这样子 尽量地不要去浪费水 其实只要有机会有能力能够参与任何的公益活动 我自己本身都是非常的乐意的 然后会特别关注哪一块 其实举凡是能够帮助到儿童这一块的 其实我都会 就特别喜欢关注儿童这一块 其实每一次印象都还蛮深刻 包括我之前有去过一些 比较偏远山区的学校 然后去帮助那些小朋友们 跟他们上一些美术课啊 或者是这次跟Lowhouse乐活杂志一起合作 这次的乐活水供应项目 就是带给小朋友们干净的水 然后去探访了清冲泉 就是一个儿童智能的训练中心 就是陪伴了很多自闭症的小朋友们 还有一个下午 我觉得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全娱乐 温暖的女生很棒 上海报导